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本届寻找中国巴菲特的slogan叫做寻找更好的自己 我们如何去寻找到我们更好的自己呢 这也是我们节目组一直在为大家思考的问题 那么在这一届我们的寻找中国巴菲特当中 为大家带来了三大亮点 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本届大赛我们全程采用导师制 并且导师的存在感非常强 为大家准备了四位导师 全部都是行业的资深人士 元气满满 经验丰富 第二点就是本次大赛的奖金 我们为进入到最后十名的选手 提供了一百万的现金大奖 就靠着现在电视机前 你来瓜分他们 第三点就是为了寻找到更好的自己 本届活动 我们将重点放在了研判市场的方法中 方法中 让您在这个历练当中 让您的投资能力再进进一步 那么现在是我们的这个召唤阶段 我们当然希望您来 我们来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活动规则 作为我们的召唤规则 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短片 中国巴菲特 开始报名咯 第一步 扫描二维码 关注活动微信公众号 第二步 进入报名通道 填写报名信息 选择您喜爱的导师 第三步 到指定券商开立账户 转入资金就可以参赛了 如果您还有什么不懂 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400-655-5088 010-6510-1377 寻找中国巴菲特 寻找更好的自己 好的 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 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进入我们的活动公众账号 然后在里面就可以找到您这个填写报名信息的地方 记住填写完报名信息之后 一定要记得去指定的券商开户 那么同时欢迎大家在微博当中去收看我们的节目 关注新浪微博寻找中国巴菲特的官方账号 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那么在接下来这个阶段 我们的这个目的呢是邀请您来参赛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四位导师 全程陪伴我们的大赛 我们在这个阶段会帮助大家抽丝剥茧 剥茧出这些导师他们的品质 投资风格 看看合不合您的胃口 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来关注我们导师了 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这个导师是 胡云龙老师来欢迎你 大家好 胡老师知道今天来的这个目的吧 你要接受很多很多的任务考验和挑战 对知道这个是挺难的 因为他需要这个回答大家很多问题 尤其是这个现在参赛的选手呢 这个实战能力都很强 所以你有心心拉到票吗 应该没问题 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的黄金CP 小通 小通是我好哥们 李小通老师你好 你好 他把您的信都丢了 因为实在太熟悉了 对今天也非常高兴 非常荣幸 来这个我的这个好搭档旁边 为他也拉拉票 因为说我们在这之间的话 应该说还是比非常熟悉 说一个他身上你最欣赏的优点 定力 投资上的定力 定力对啊 关键实际这个第一次胡老师对这个趋势 把握的非常那个非常准 大的顶底的话应该说没有 基本没有出现错误 但这只是一方面啊 更重要是定力能不能等到 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贵一个方面 如果说还有的话 应该说是我们经历过很多一些事情 包括很多年前的话 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就身边有些人成功 怎么成功 有很多股民出不来 为什么出不来 我们经过几年的这样一个交流 实际上我们就是看盘啊 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啊 关键是这个交流 好 来 胡老师给自己拉了票 小通老师也给他拉了票啊 到底如何加入胡老师的战队呢 你喜欢胡老师吗 胡老师究竟在投资市场上 经历过什么 能够成为我们寻找 中国巴菲特的导师呢 在2007年的那年 出现过很大的亏损 其实亏损 接近千万 那年我大概31岁 当时 我曾经想过 两千六百份的投资策略 五千三百次操作 两万三千张趋势图 还有从未间断过的复盘 失败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你没有继续前行的勇气 只要你足够努力 我愿意助你一臂之力 看了刚才胡老师的宣传片 您可以扫描二维码 加入到胡云龙战队 那么如果您喜欢 现场这个胡云龙老师的 助场嘉宾李小通 也可以扫描二维码 加入他的战队 那么频道的观众们都知道 他们俩是多年搭档 所以他们的这个默契程度 是相当的高 那么为了打破 这个一片祥和的场面 今天我特意为他们二位 请到了我今天身边的 这位V嘉宾 来欢迎一下我们频道的 吵架王张凯诚老师 来张老师你好 你好 胡青 张老师 我说你是吵架王 你突然跟我打招呼的时候 气就短了 切礼而后兵 对 但是这个吵架王 其实是我们频道 给他的一个美誉 因为总是这个张老师 在别人一片祥和的时候 等一下 我反对 今天我们现场 有这样的一个牌子 当这个大家的观点不一致的时候 都可以举出这个反对牌 所以今天一会儿 他们就会交锋 来张老师 今天来做V嘉宾 知道自己的任务吗 当然知道 是干嘛 就是来吵架的 来吵架的 当然了 就是说为选手挑选导师 为导师选择选手 我觉得可能从一个旁观者的视角 看得更加清晰 为大家更好地参加比赛 寻找到更好的自己 提供一个很好的帮助 你从旁观者的视角 你认识霍老师这么多年 你怎么评价他来简短一些 确实两位都非常熟悉 这个非常时间的好朋友 吵过架吗 吵架肯定是有过 当然了 这个还是市场的研判 或者方法上 或者说理念上 可能会有一些交流和碰撞 我觉得这对我们每个人 自身的提高 彼此的提高 都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我觉得霍老师 对于整个大趋势的把握 是非常精准的 像刚才小童也说的 定力 我觉得大家记住 不管这个比赛的结果如何 你想成为实战高手 想真正成为一个 在股市中长久生存的人 定力是必须有的 当然小童 对于板块的把握 研判也是非常到位的 所以说 我觉得他们俩 真是一个黄金的搭档 你真的对他俩非常了解 是的 我们给他们俩的定义的CP组合 也是一个趋势 一个板块 但是你对你自己 今天的定位没有那么清晰 你除了来吵架 不是吵架 就是说吵气氛的以外 来 青王 你的左手边看 这边坐着我们这一周的 准参赛选手区 其实你今天更多的任务 是除了在他们的话术中 他们的话术中 找出你自己要调气氛的部分 更重要的是 你要调的气氛 其实代替这五位 帮他们抽丝剥茧 剥茧出他们心目当中 认为他们合格的导师 也就是说向他们发问 给他们配对 然后帮助他们加入到 霍老师战队当中 可以 我要了解一下选手 然后我觉得有地方是 这样会更加的准确 没问题 来 有请我们 这个选手区的今天 我们的观察员 喜灵 刚刚其实张老师也是说到了 他说他想要了解一下选手 而且他也说到了 他今天是一个旁观者的身份 其实我今天为什么坐在这呢 我也是一个观察员的身份 因为我知道 在我们现场 来到我们现场 可以做选手的人数是有限的 但是还有很多朋友 他是在电视机前 想要来到我们现场 或者是他不能够来到现场 我今天就来帮大家来长个眼 来作为一个观察员身份 来考察一下 我们这一周几位导师 到底的技能是怎样的 说到这儿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的身后呢 包括我的旁边 今天这一周是换了四张面孔的 那么他们呢 是分别是谁呢 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我的右手边是陈一辉 然后在我的后边呢 是我的同事李聂 然后旁边呢是卢西 还有在我旁边有一位美女 就是刘彦玲 其实他们每个人的操作方式 和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有一点 我来和大家来强调一下 其中有三位 他们是属于什么样 一个操作风格呢 是中线的 有趋势的 而且做波段一个操作 还有一位是谁呢 卢西 卢西他的操作风格 是什么样呢 超级短线 所以稍后我会让他们 来做一个特别具体的 一个自我介绍 和详细这种操作 一个模式的一个介绍 说到这儿 还有很多朋友 可能会有一些疑问 说上升你们来到 这个现场当中选手 他们属于超短线 或者短线的一些高手啊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短线确实能获益 但是我们要放长线 钓大鱼 要把目光放到更远一些 所以今天我们几位选手 具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也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为什么要叫做 寻找中国巴菲特 寻找到更好的自己吗 这也是我们整体 这一期节目的slogan 喜灵说得真好 然后呢 在喜灵身边哈 然后这四位有可能 就是我们要寻找 那个巴菲特 来我们先让他们 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我们从美女开始 来有请刘彦玲 好 感谢大家 我叫刘彦玲 然后入股市的话 算是那个14年开始的吧 对 然后到现在 就是整个的股市的 这个阶段 起起伏伏 就是都算经历过了 但是对于现在 当下来讲的话 比较倾向于什么呢 因为整个市场的 一个情绪不是特别高 整个大多数 还是一个存量资金博弈的情况 而且这大的方向 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熊市阶段 包括底部吧 还多数方面都没确认 所以短期方向 如果说要做的话 我倾向于都是说 在这个小舱位 或者说半程舱以下的这种 中段 或短期的这种情绪 如果说能有把握的话 没有的话 就尽量地这种空舱 也无所谓 好 空舱来比赛 就甚至抱这样的心态 来 我们有请卢西 大家好 我叫卢西 我的风格一般是比较做短线 这样好像跟大家有点区别 但是这次来呢 实际上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 什么意思呢 就是现在做短线好像越来越难了 看到几位导师都是偏波段做得好的 而且都是管理很多资金的 然后实际上是相对于短线更难操作的 所以说呢 抱着学习的态度 来咱们这儿 听一听 然后看一看 然后当然比赛归比赛 可能短线还是会做得多一些 好 来 有请 李聂 几天不见 你什么时候变成中线高手了 蹭了两位的光是不是 波段高手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车见爆胎的财经界 哪一年入世的 去年 一年就成高手了 当然今天我觉得啊 我来这个节目 我作为一个选手的身份 我就是冲着那一百万来的 当然一百万里边会分成很多份啊 但是最多那一份 我是冲着这个目标来的 所以今天 我对胡老师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所以你是指望老师 带着你往这一百万发行冲击 那要不然呢 那要不然我靠我自己 对 去年才入世的 好 来 有请 大家好 我是陈一慧 入世是十多年了 整个我的风格就是 基本面选国 技术面选时 来到这个 寻找中国巴菲特 主要是来 看一看咱们四位顶级的老师 然后整个这种眼光 包括这种格局 来进行一种学习 包括为自己以后的 一种投资生涯之中 给奠进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谢谢 好来 也感谢我们的陈一辉 其实我们可以 从上周到这一周都可以发现 在我们选手区里 既有短线高手 也有中线高手 也有长线的 比如我们导师当中 就有位马曼然导师 他这个放的时间就非常长 其实我们在比赛当中 很多人喜欢打短 比较容易出成绩 但是我们寻找中国巴菲特 寻找的是什么 巴菲特只是一个符号 我们寻找的是一种 更适合自己的 更好的投资方法 所以不管是短线中线 还是长线 都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地 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 那么现在此时此刻 我们向电视机前 您发布一个招募令 您如果想参与到 我们的活动当中 并且想来到我们现场 参与我们现场节目录制的话 来给您一个报名热线 010-651-01377 您可以拨打010-651-01377 来加入到我们的活动当中 您将会有机会 参与到我们寻找 中国巴菲特的现场录制 和导师提前面对面 好 那么在今天 我们要给胡老师 布置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呢 超级复盘 来看一下我们的大盘走势图 今天我们在开 边前会的时候 胡老师 我们就来讨论 我们猜 猜你今天会表达什么观点 我们猜这种缩量的反弹 你肯定就给我们两个字 没戏意 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很了解你 对 今天那个说到这个 实际上是大家早已经猜过一次了 然后我给大家的一个关键词 就是缩量浮涨 无主流 然后那个 后来大家一看那个 编导一看那个 我这几个字啊 就感觉特别有意思 因为大家想到一块去了 我觉得这个 可能这原因就是 市场上可能对我的这种风格呢 比较的这个了解 今天在行情上 你最看重的亮点是什么 其实今天说句心里话就是反弹 就是这个反弹的话 是可以预期的 他上周也给大家讲过 就这个地方 他有一个小反弹以后呢 比较符合阴跌的这种条件 阴跌不是说天天跌 阴跌就是跌一跌 反弹反弹 最终是为了找到那个 我们所要参与的中期底部 中期底部 把中期底部等出来之后呢 我们可能 参加比赛的朋友啊 就更容易在这场上去获利了 我们的比赛赛程大概是半年 这半年里我们能见到中期底部吗 我不太好说百分之百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接近百分之百 我们肯定至少能抓到三个月的行情 在这整个赛程当中啊 我们把目光放到半年来看的话 你觉得这整个赛程当中 你觉得大家最有可能获利的 大方向在哪里 超跌股啊 因为现在这个市场 它走到现在为止的话 实际上还是超跌的逻辑啊 大家记住这个地方 虽然也有一些市场的热点 比如像5G啊 像有一些这个 其他的一些概念的股票 它出现了一些强势 但是呢 这个整体的逻辑是超跌啊 所以说这一波行情起来之后呢 还是沿着这种超跌的思路啊 去寻找概念股的催化因素 因为上一周时候 你给了我们观点 让大家这个很很刺激哈 你说可能大家在耐心 等待三到五周 可能我们就能够见到 一轮行情的一个起点 这是第二周了啊 对 怎么样 所以说我觉得呢 这个大家如果真的想参赛的话 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大家可以来试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中线选股 和短线选股的方法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这一波行情 或者这个比赛的话 极有可能大家是躺着 就把钱给挣了 然后还有机会去瓜分那一百万 我觉得这个 挣两分钱 挣两分钱 我觉得非常好的机会 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我想通过这个活动呢 就是让大家明白 就是小彤老师曾经说过啊 就是做短线和做中线 就是不是说一个方法 在任何时候都管用 就是在什么时候做短线 什么时候做中线 什么时候需要休息一下 这是很讲究的 在这个过程里边 可能要带给大家 就是一个非常全方位的一个系统 如果大家之前看了我们的节目 就记得胡老师 有一句非常自信的话 说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 就是我太全面 我十分全面 我没有弱点 所以我们这个 在这个未来的节目当中 会需要用更多的时间 来看到你这个 全全面面的各方面 然后带领我们的选手 向一百万发起冲击 好 来 小彤老师 胡老师现在给的观点 是趋势方面的 认为还需要等待 你怎么看 你看板块厉害 在这个趋势当中 你看什么板块 先说市场吧 我觉得这个地方判断的话 非常简单 刚才胡老师也讲了 缩量反弹没有戏 问题是 我觉得大家都能看出来 但是很多人的想法 可能是万一有戏怎么办 可能是这样一个观点 对于行情来讲 我个人并不是很悲观 我认为差不多跌一年时间了 应该在这个未来的几周时间 应该能见到一个 相对来讲比较重要的底部 但是当这个底部信号 没有确认的状况之下 我觉得还是要稍多一些耐心 从目前市场整体 这个热点表现来讲 小冯老师 我要插一句 因为胡老师向来看趋势的时候 就是没机会 没机会要等要等 然后你又如此看重热点板块 当他说这个没机会 要等的时候 你又看重热点板块 想动手 你们如何协调 这之间的矛盾呢 第一个是这个 最主要是仓位控制风险 比如说一些小的机会 你拿一层仓 去做一下可不可以 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一个是仓位 第二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热点和这个趋势的话 它没有很大的一个矛盾 其实它是一个对立的 我们说如果说起航情的话 一定是有大的主流热点出现 但如果说上涨东西 它不是主流 或者说它没有想象空间的话 我们就当一个小短线 去做就行了 包括249的上涨 很多人说 这个地方会不会起航情 我们从热点就看到 它不会起航情 因为很多垃圾在涨 不可能去吸引 大量的场外资金去入场 包括现在也是一样 我们要等待大盘和热点 一个共振 大盘节点能不能到来 然后成交量能不能放出来 然后我们所认为可以的热点 能不能出来 如果说产生了共振 那就是我们出的时候了 好 来 听完刚才胡老师的这个超级复盘 不知道现场各位是否满意 来 你手边有一个牌子 如果你满意的话 可以举红牌 如果不满意的话 可以举蓝牌 来 向我们表达出你的观点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对胡老师的复盘满意吗 诶 不满意 诶 张海诚老师你为什么不举 我不知道举哪个 就是要怎么样 要不就举中 一部分满意 这个不满意 这个是什么意思 对 就是你这个比较中立 比较中立 就又有满意又不满意 或者就加斯的搜搜我而已 就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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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不满意的 来 我们这位选手来帮他递一下麦 你对于胡老师这个观点 不满意在哪里 我其实挺满意 李老师的观点 就是你因为胡老师的观点 我觉得好像这个 从整体参赛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我们一直要等 可能对于我们想要参赛 同时来讲的话 想要买股票 好像就感觉新凉一半了 有点这意思 所以说我觉得目前而言的话 我其实比较认同这个 李老师的观点 就是整体来讲的话 下跌已经差不多一年了 整个12月份来讲的话 我认为从现在目前机会来讲的话 249点这个位置 就是要问确不确立 这个位置是低点 同时2500点能不能支撑住 我觉得我想请这个胡老师 能不能做一个明确的一个表示 是这个意思 249点可以 我的观点啊 249点可以很明确跟大家讲 我觉得这个地方 应该是要破掉的 就是这波行情 要想起的话 249点是要破掉 然后才有可能把这个 这个阶段性 就是我们说的春季行情的这个低点 才能打出来 说现在如果不破249点能不能起 我觉得难度比较大 所以我的观点是倾向于 249点破完之后 进入我们中线布局的起点 就是它破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考虑布局了 如果它要不破的话 这个地方完全可以多等一等 这个满意 这个满意吗 我想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点位 您指的如果不跌破2449 我其实有一个点位是跟大家一块测算过的 是2350左右 就是它的这个2450相当于对吧 再有100点左右的空间就差不多 陈一辉我们在这个今天节目的结束 会给大家留一部分时间 让你们刀枪剑语地批向他 然后向他提问 来我们刚才看到有很多人是比较满意的 但是魏嘉宾刚才给了我一个 觉得就那样的牌子 我太喜欢你这个态度了 我就怕一片祥和 跟我们讲讲对他满意在哪 不满意在哪 首先我们说了对吧 霍老师对于大趋势判断是没问题的 而且在目前这个点位呢 我觉得确实还是需要观察 对吧 但是呢从短线 或者说从油资厂内资金的动向来讲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而且呢机会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说当你处在不同的角度 如果从参赛的角度 或者从短线的角度而言 我觉得现在的短线风险是不大的 但是如果你从中线的角度 或者从大资厂角度而言 这个位置我完全可以放弃 所以说霍老师的这个观点 我既有同意的 也有不同意的 不同意的地方 没关系 我们在市场里求同存异 所有的这个观点碰撞交织并行之后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 然后刚才我看到宣水区这一边 大家基本上其实都给了红牌 我对于这个红牌理解就是 你对于他现在对市场的判断 是赞同的 是这样吗 我先来说吧 因为刚刚我也是听到胡老师 这样一个复盘 从整个趋势上来讲 我是赞同胡老师的 然后呢我还要为胡老师证个言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陈一辉提到的 说对于胡老师这个判断 他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 趋势上他可能是已经做了一个探讨 我要说的是 陈一辉你并没有仔细听 胡老师提到了 现在趋势上虽然说是建议大家 多看少动 但是还有操作机会 那就是在超跌当中 这就是我们下一趴可能要和大家聊到的 一些热点的一些机会 一定要告诉我们各位选手 在我们导师说话的时候 一定要认真听 千万不要挑刺 好 挑事来了 好 来 那不知道电机前观众朋友 对胡老师第一轮的这个复盘的任务 亮出的观点是否满意 如果你还在迟疑 或者想对胡老师战法信息 个人投资经历 甚至是八卦有更多了解 都可以扫码 关注我们的官方的公众账号 在后台留言互动 或者是直接报名参与到活动当中来 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在我们休息之后 接下来有更劲爆的任务 在等待着大家 第五届 寻找中国巴菲特 正式开启了 全新赛制 全新流程 召唤无畏挑战的你 本次活动分为三个阶段 召唤期 选拔期 终极挑战 第一阶段 召唤期 您可在此阶段 关注活动微信公众号 并去活动指令券商开户 我们为您准备了四位导师 与导师不熟悉 没关系 您可以在召唤阶段 来到录制现场 与导师面对面 导师不合您意 没关系 还有荣耀组供您选择 第二阶段 选拔期 报名成功 选定导师或进入荣耀组后 您就正式进入选拔期 在此阶段 我们将选拔十位投资达人 进入最终的终极挑战 四位导师每人手中各有两个晋级名额 您可以凭收益取胜 也可依靠投资逻辑 超高人气 成功突围 荣耀组拥有一名晋级名额 收益率第一的选手 自动晋级 最后一个名额 所有未进入终极挑战的选手 进入加实赛 最终通过人气来决定 谁定第十人 第三阶段 终极挑战 十位投资达人齐俊 上演高手间的对决 谁将获得超额收益 谁将问鼎 冠军宝座 一切尽在第五届 寻找中国巴菲特 寻找中国巴菲特 寻找更好的自己 寻找中国巴菲特 寻找更好的自己 那么现在正在播出第五届 寻找中国巴菲特 那么现在是我们正在进行召唤阶段 我们主要帮助选手考察导师 我们考察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电视机前的您 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 可以随时随地扫描二维码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的报名 然后您可以在下面填写出 您的这个报名信息 然后去指定的券商开户 参与到我们活动当中 也许我们寻找到的下一个 争取我们一百万现金大奖 巴菲特就是你 好那么在这个环节当中 我们这个任务呢 是进一步去了解胡荣隆老师 来让我们进入到第二个环节 战热点来现在有请我左边的 五位选手你们面前有一个提板 欢迎你们在提板上 选出你们今天看好的板块 为什么我今天没有直接问胡老师 先让选手写板块呢 就是我们要用你们写的板块 作为问题然后向他发起攻击 来张老师他们写着 张凯成老师你猜 你猜这里面有短线有中线 有这个观察员啊 他们都会关注什么板块 你来猜一猜 我觉得今天选手应该说 运气还是比较好 对吧 那可能也是我来了 这大盘跌了六天 今天我来了收红了 你里面穿了一件红衣裳 没错 绑块今天非常好 非常好猜 一目了然 如果我看的话 我说吗 不说 我不说 我差点没给说 算了你说吧 你说吧 说了我们对一下 那就是5G和刺心嘛 你看5G和刺心 对 就这两个板块 对 没有别的了 好 你认为选手他们板子上就会出现这两个答案 我觉得应该是 应该是 来都写好了吗 来 三 二 一 举牌 来 尤其我们的喜灵帮我们看看大家都写的是什么 我来给大家来读一下 我可以看到刘艳玲写的是5G加上养机 对 养机概念 然后呢 我可以看到 卢西写的是券商 券商也是理念 然后还有像是陈奕辉写的也是5G通信 可以看有两个是一样的 你自己呢 我自己写的是券商和上证五零 看了个上证五零 对 看了上证五零可能看的方向会更多一些 但总而言之有三个看券商 两个看今天上涨热点 怎么样 猜对了一半 他们猜错了 他们猜错 特别是喜灵 你不知道他们的理由 这不是对错的问题 我们讲的是他们看好的理由问题 你看 因为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未必一定是看好的板块 就是说关注的 关注的 因为现在有5G 有券商这样的答案 我特别想来问一下卢西 你刚才 其实我们有不少 这个选手都关注是券商 因为很多人是 长什么看什么 就比如他 吵架王 我12月7号就开始 看好5G 当时说的是东方通信 11月5G就长了 12月 不是 好 来卢西 为什么你看券商 看跌的 看跌是 也对今天跌了 他前几天也 盘中有拉上拉的动作 看券商主要是 跟今天的点位有关系 实际上咱们现在离2449又进了一步 这波起大家都知道 是由券商发起的充分号 然后把整个行情带进了 然后由此才跟上 然后整个造就了这波行情 那现在券商到了一个周线的 20线的位置 我看了一下 然后是个支撑 简单的来说是个均线的支撑 然后如果券商 一直在下行的 高点在降低的这个动作 如果相加破 实际上是否会把这个2449破掉 实际上刚才我想问这个 胡云龙老师 但是胡云龙老师好像说了 说2449肯定破了 按照理论来讲 是应该是会破掉才会起行情的 那您是对券商这个板块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未来的期待 因为大家都知道 券商好像还有一个 某一些利好没有发布 消息面的刺激 比如说类似于这个 胡云龙之类的 实际上是有一个预期存在的 是否到底是往下看 还是这个预期再往上 再高看一步 你的意思是正好碰到 20日的20周线了 对 然后就是等着他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给支撑上行 对对对 就是很多就是权重股 实际上把上证拖累下来了 券商实际上一直在扛着 它是否还会再扛一步 然后还是向下破一下 到底这个机会怎么去把握一下 问题来了 他关于下一步怎么走 这个太好解决了 我觉得券商板块 它其实现在完成的 是一个整体的 二次探底的过程 大家知道这个 你比如说2449为什么要破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 只有破了2449 后边它的空间才能打开向上 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券商市 在做第一个阶段的吃货 你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一般情况下呢 这次券商应该说 走的普遍来说不错 有打到年限以上的 但是这次 在年限上面可能会有一次 还有一次反复 就是说你现在去看这个周线 你也看到了是吧 就连续调整调整到了20周周线附近 有可能会有一周左右的小阳线 但是我觉得后边应该是20次探底还没有完成 那一周小阳线参与度高吗 幅度你要看个股 你看今天这个中心箭头 其实今天就跌停了嘛 对吧 它个股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它之前涨幅大的 之前涨幅大的 可能现在的调整压力就会大一点 它反而调整 就是之前涨幅小的那批股票 它反而向下的空间就小 它容易出现这个补涨 就是我别的股票一反弹 我这边也要反弹的话 我可能就出现和上边不一样的龙头 就出现补涨 所以说呢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个人感觉这个券商股 其实我也没把它作为一个 这个短线的一个热点去看 就是因为它属于这个20次探底的过程 还没有完成 他看好券商的补涨 可能是第二次会起 来 卢西对这个观点满意吗 我现在是不是看不太明白 这个券商的这个动作 所以今天写了这么一个板块 也没写热点 想让大家比较追踪的 比较全的 然后呢 券商这一块 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 您是否认为 因为券商实际跟指数走得差不多嘛 既然指数要走行情 券商往往会跟随着走行情 这是不是可以作为躺赢的那一部分 去参与一下 实际上这一次 就是在假如报名过来的话 我可能会对大家有一个 其他的一个建议 因为这一次呢 我跟小通老师 我们俩交流比较多 如果说这本行情 比如说将来起底的话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力度的行情 现在说不太好 主要是看它这个有多大的空间 预期空间有多大 我们就是预期下本行情的空间 大概可能到年限 甚至于过了年限都有可能 但是它整个空间还不是很大 券商会跟着你这个 那么券商板块会不会成为这个 下一本直接起主流的这个热点 我个人感觉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但是呢 大家知道这个最近选热点特别难 难在哪呢 难就难在这个热点 它并不是很集中 就是说它没有一个 就是热点拿出来说 我就可以从头开始涨到尾 对吧 而且越涨的话 越会受到大家伙的认可 5G之所以受大家认可 就是因为最近一直在给它出消息 所以说它比其他的热点 就是在这波反弹里边 它比其他热点长得持续性要强 但是呢总体还是反弹 我个人觉得呢 这个地方 以后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平均去配置 这样的一个方向 听出来罗西有点担忧 怕这个券商啊 跟着指数一起互为作用 往下走的话 咱们是不是 因为你说要破2449嘛 会24 对 会往下走啊 来 小红老师 你怎么看 券商的话 我觉得在如果说 行情真正启动之后啊 比如这波行情真正启动之后啊 后半段 我认为券商可能还有点机会 但当下的话 券商可能不是特别好的选择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的话 我们说券商和整个市场的关系 大的牛市一定是券商 这个地方如果说是大牛市的话 七点 券商将来它会成为主流热点 但这个地方基本上 我们对市场看法来讲 它还不是牛市七点 只不过是下跌过程之中 一个反弹 或者说一个比较重要的反弹 那么券商可能还不是主流热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来讲的话 其实券商从这个10月19号 涨到11月19号 涨了一个月时间 那么现在调整也是一个月的时间 周期现在相等的 但一般来讲啊 调整浪要比这个上升浪 要略微复杂一些 这个时间还需要往后去延伸 第三个的话 今天中心箭头出现跌停 如果说一家 比较这个有人气 有人气的这样一个券商 刚刚出现跌停 那么也就意味着 它短线最起码 它还有惯性 或者说需要去注定 就短线机会的话 我觉得还需要再去等一下 好 蓝熊老师基本解答 他认为还要往下 来 我们问一下这个李聂 你也选了券商 是你自己独立的思考 还是偷偷看了左边的答案 那可能吗 必须是独立的思考 对于券商有问题吗 对 我是想问一下胡尔 因为我觉得 我现在的一个操作思路 是它越跌我越满 因为我想从3587 到2400多点 这段下跌已经避开了 但是到现在2500点左右 我觉得可以 就是是不是分批的 一点一点地去建仓 这个过程 但是我好奇的一点 就是在于 未来我们布局的方向 应该是往大券商 还是小券商 你要从短期来看的话 肯定是刺新券商会更有优势 你要从长期来看 肯定是这些个大券商会更有优势 实际上这波行情企业中心箭头的原因也是在这儿 第一 它符合这个一流券商的特质 第二 刺新股 所以说你看它这次券商股它涨得最多 它振幅80%多 还要给你讲一个这个布局的事 一说布局的话 我们通常讲流这布局的话是什么 是在熊市的末端考虑布局 但是熊市末端考虑布局的话 它一定要有个节点 就是你得有一个参照物 对吧 那么我们为什么把2449 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物 而不是说之前的那些 从3587点下跌 所有的出现那么多地点 我们不去把它做参照物呢 就是因为从2449点以来的这个反弹 彰显了市场 极有可能会出现重大转折的 最后一个平台的特点 所以说这个平台一破位的话 你要再想布局的话 是可以布局的 如果2449点不破位的话 你要提前布局 我就只能跟你讲 就是根据我以前的经验的话 你有可能布局早了 但是胡老师您看 就是从2449反弹之后 券商带领那一波 它不是这些什么中信 或者东财这一类的券商 它反而是像太平洋之类的 这些没有业绩亏损的 它带动这个整个板块 它要是起反弹的话 大家知道它不是一个行情 要牛市起来的话 那些这些龙头的 累的一线的这些券商 肯定会更受益 因为它具备行业优势 它的业绩更有保证 那么这一次呢 之所以启动这个 刺新和这个超跌 实际上它还是反弹性质 才启动的超跌 这个你要考虑清楚了 所以说你比如说 你要是按照短线波段去做的话 你一定是按照什么超跌去做 你看那个中信箭头起来 它其实也是短期超跌了 林念你可能需要多一点耐心 然后我们的这个吵架王 他就压根就不看好 这种正来下跌的板块 然后我们看刘彦玲的 刚才的题板上 有一个养鸡概念 偏偏是你写了一个 这个出类拔萃 想也想不到的概念 是跟最近开会有关系吗 最近开会的话 关系倒不是特别大 主要是几方面吧 然后首先一方面的话 就是从技术面来说一下 因为技术面的话 这个我觉得这个板块里面 应该是 它有一个板块联动性 不光是抑制骨 就是整个的这个概念里面 好多骨都是处于弹性比较好 涨上去之后回跳下来 到一定支撑位 它又只跌住 就不光是抑制骨 板块里面 第二个面呢 第二个面的话呢 就是受这个业绩面 我觉得大多数那个 养鸡方面的一些个股 业绩的话 就是在于咱们 整个A股市场当中 总体来说 先刨出这种亏损的可能性 总体应该可能是 大多数是预增的 业绩是预增的 然后第三方面的话 就是受益于咱们 今年爆发的这个 非洲猪瘟情况 它是有一个替代作用 而且这个事件的话 截止到目前 包括说明年 它这个事件 可能还会继续发酵 好 来会 肌肉就会 由此会受益 对 好 来是这样的一个 逻辑传导 好的 那其实今天 我们重点要跟大家 讨论的板块是 大家很多人 都在体板上写的 这个5G 上一周五 不知道大家看了 我们节目没有 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 为大家重点去梳理了 一张特别密密麻麻的体板 大家不知道截图了没有啊 5G的产业链 做了一些分析 其实很多人认为 5G是符合短中线 各种布局要求的 来 我们先看一下吧 近期5G板块涨幅的情况 近十日涨幅看 排名第一的是 春星金工 然后南京熊猫 然后就是深南股份 好 胡老师 我们接下来 对你的这个考察的问题来了啊 上周节目中 我们有探讨过 这样的问题 涨幅靠前的 涨幅靠前的 它不一定是行业的龙头 那么从这几只特点来看 市值都会比较小 我们怎么看 是不是因为这些公司 现在推动它上涨的原因 仅仅是因为油资 我个人认为 肯定油资的概率很大 包括那个 我们就看中兴通讯啊 应该说这个5G里边 上市公司里边 应该是当之无愧的龙头 但是你去看它的时候 你发现 它也是油资在做 在主导 所以说 以目前我个人 对这个板块来看的话 它之所以出现 持续活跃的原因 就是在于 最近的持续催化 大家知道 从这个11月份开始 进入这个12月份 你去看 所有的这个公开信息里边 对于5G的这种催化 特别多 就时不时的 会给你出来一些信息 时不时出来一些信息 尤其是在这个 相对市场弱势的时候呢 大家知道 它这种催化呢 实际上就代表了什么呢 代表了整个一个板块的 一个持续活跃 所以说像现在 对于这个5G这个板块 我不能说不看好 但是我个人的考虑是这样 中长线肯定是看好的 这是一个大的产业 这个肯定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反而 最近这几天 连续的出现这样一个 持续活跃的话 我觉得反而是 极有可能5G板块会进入到 一个短期冲顶的一个阶段 就是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呢 有可能5G板会迎来 一个整体的调整 你要真想去买的话 应该是那个调整出来以后再说 你说的我好伤心 因为我刚给大家做了一张 这个今天的5G涨幅前十的 这个板块啊 你跟我说它的冲顶 来我们还是看一下啊 来我们的东信和平 我们按掌跌幅的排行梳理下来 往下是超讯通信 然后天澳电子飞龙达春星惊弓 再往下是南京熊猫 东方通信会员通信 中光防雷万马科技 来张海诚 你这个5G是你第一个 蹦出来的两个字啊 特别看好 为什么 我其实刚才已经忍了又忍了 他说冲顶 他说冲顶 这个 这个我不是反驳他 这观点是不同的 部分个股可能会有短期的这个冲高 但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如果你这次比赛想取得好成绩 5G是你必然得选择的一个方向 长中短线 为什么 大会刚刚结束 5G要推进 加快上用 这是已经明确无误的写出来了 对吧 而且所以说 整个市场最近表现也是特别强 如果大家把5G网块 这些个股从头翻一遍 对吧 中军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东方通讯 包括今天涨停的这几个次心 那么已经形成联动 所以说 我觉得在整个比赛过程中 如果是短线 你一定要跟资金 对吧 如果资金你跟不住 那很可能你取得不了 取得不了比较好的成绩 所以说5G我觉得这个 跟大家的观点不太一样 来我举个牌 你对他刚才说的5G 你满意不满意吧 不满意 来那边 因为很多人刚刚写了5G 写了5G的是哪几位 举牌给我看一下 对胡老师认为 5G短线会冲顶的观点 同意不同意 不同意 为什么 都不同意 喜琳同意 连连不同意 这边这么多 呀平了 你把牌举上 你把牌举上 咱平了 三个不同意 三个同意 你不同意 我让你的战友为你补充 好 来 我们的陈选手 我同意张老师的一个看法 因为本身来讲的话 11月份来说的话 就是比如说券商 还有创投概念 那么12月份 基本上没有一些 引领的板块 那么近期 就是整个来讲的话 5G刚刚的一个引领 所以我个人认为 既然是有板块效应 节油资就开始要做 所以说我认为 还是继续的一个拉升 是这样的动作 在这次比赛当中 你会继续选择5G板块吗 是的 我是一定会坚持5G看 如果你加入他的战队 他又不让你买 怎么办 那我就只能是选择 放弃胡老师的战队 胡老师他要放弃你 我觉得这个很合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 比如说对5G这个板块 你要中长线 我肯定非常看好 因为这是个大的方向 产业方向 但是5G板块呢 它现在之所以比别的强的话 是因为它是轮流 进行了这个脉冲的第一波上涨 你的CP对于5G 有非常深刻的研究 我需要这个非常 我需要这个详细的补充一下 好 来 因为5G的在过去几个月 是我的最爱 但这个点位的话 我认为它需要考虑一个节奏问题 我们首先弄请两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是 5G这个行业非常好 但是和5G板块 现在买入能挣钱 它是两个概念 这个行业好 是实践的好 它的炒作将用 十年的时间去炒作 炒作的过程 比如涨50%跌30% 涨100%跌70% 它是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怎么才准节奏呢 如果说节奏不对的话 这个行业可能很好 但是你在这板块中 完全可以去 可能去亏钱 对整个市场来讲 就将来 比如我们比赛期间 5G板块可不可以做 我认为完全是可以做的 但是要在一个 合适的节奏上去做 我们去观察一下 过去一段时间 市场整个轮动 我们说前几天 基建走得非常好 基建第一次的拉升吃货 是在7月份 好 7月份拉升之后 经过调整 8月份拉到5G 5G之后出现调整之后 现在在走强 基建的话是在10月份 你讲的是节奏的问题 对 今天我们盘面上 这么多拉涨停的 你觉得现在节奏对吗 这个节奏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点位 再去买这些品种 节奏就错了 比如说我给大家讲 比如说像这个 基建类的股票 今天涨停的品种 都是哪些品种 今天就是5G里面 有主要是一些超跌的 一些刺新的一些品种 要么盘子小 要么总体的 这个市值比较小 真正5G里面 比较好的一些标的 比如主摄本商 比如说光通讯 这一块的东西 它在8月份 其实涨的已经非常 比较高了 现在一直处于一个 震荡的过程之中 我听见你用到了 真正的好的逻辑 也就是说今天涨停的 这些可能在你的概念里 它并不是一个 真正的好的逻辑的5G 没错 真正这个业绩比较好的 或者在这行业 比较优异的 它是提前涨了 第一波涨的比较多 然后这一波的话 它震荡时间就会比较长 它在叙事过程之中 那么现在涨的 可能是价格比较低的 然后再受消息催化 属于主题投资的范畴 主题投资的话 可能就是拉得会快一些 会猛一些 但是它回落速度也会 相对来讲也会比较快一些 我们说第一选好5G 第二踏好5G的节奏 第三的话 我们要了解5G里面 不同品种 它的不同的操作方法 好 来刚才是 还有哪位选 是卢西还是刘彦凌 你们谁反 就认为他说的不好 是你 怎么 你认为5G现在是好的 不 刚才其实跟胡老师的 这个意见有点差不多 我觉得他也是 刚才老师说的是 有可能见顶 我觉得它是 短线冲顶 短线冲顶 我觉得是轮动性的 其实这一点 跟老师的观念是吻合的 是轮动性 这一波见顶了 那下一波可能再会 接力上 蓄力上 可能是有这一波 短线见顶的可能 但是下一波还会有 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刚才晓彤老师补充完了以后 各位对他们这个团队的答案满意吗 我们再统计一遍 亚 你什么意思 我是这样吧 好吧 就还不是特别满意 谢谢各位 小通帮你拉了不少票 胡老师 绝对是 好搭档 好搭档 张海生 为什么就又举了一个中立的标志 你对他们俩 现在哪个观点不同意 我从两个角度来看 首先呢 如果说从这个操作的角度 我觉得是没错的 胡老师 包括小通的这个判断都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从比赛的角度 从短线的角度 从油脂的角度 从热点角度 我是不同意的 为什么 这么多角度不同意 无论249破不破 这是两说 但是短线在这个位置呢 资金的进出 这个攻击方向 已经是很明确的了 所以说5G长绒短线呢 可能 我同意这个刘 这个刘燕玲 这个我觉得他的观点比较对 有一些个股 可能是短线有做顶的 但是是一个轮潮 轮潮维持市场热度 如果他暂时 这个告一段落 那可能其他的这个刺信端的 或者说以太勇 长城为首的 这类的个股 很可能也会有机会 所以说其实呢 是比较矛盾 从这个实战角度是可以的 但是从比赛的角度 我觉得好像 应该是可以适当把握的 听起来你好像要参赛 不是参赛 我只是从一个 这个中立者的角度来看 好 从中立者的角度提出问题 帮助参赛选手更加了解你 来霍老师请回答他的问题 我觉得 因为我跟凯成都太熟悉了 其实凯成他这个 他说这个之前 我都知道他大概会怎么说 为什么呢 所以你也准备好答案 对对对 因为我已经准备好答案 来反驳他 其实不用反驳 我觉得凯成说的特别有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绝对是两个概念 如果说你要不在资本市场上 干了很多年的话 你不会把这种事情拆得很细 你只有干了很多年 你才会拆得很细 你就像我们说这个 做反弹 我们要不要短线去做 其实呢 在下跌段落里边 就不要去做反弹的 因为下跌段落里边 去抓反弹成功概率特别低 但是波段低点是可以抓反弹的 你像我现在 就是358线到现在为止 我们是准备中线布局了 中长线去布局的时候 这时候呢 它是不一样的中线 所以我说这次呢 站在我的角度 站在中长的角度 它实际上是很多人 是可以躺着挣钱了 这样机会已经临近了 然后就是短线 现在还是属于下降波段里边 今天的这个反弹呢 它是可以提供一些短线机会 但是你把不把握 这就是看个人了 你个人如果把握能力强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把握的 对吧 说你要是想躺着挣钱 又挣得很开心 对吧 其实我们的方法 完全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好 胡老师真好 每句话都告诉大家 我可以来加入我的战队 是这样 来想加入的去扫描二维码 张老师 因为他刚才说了一句话 说这个 你一张嘴之前 他都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问完以后 是不是都能猜到他的答案 我不能跟胡老师回答一样 但是确实我们彼此太熟悉了 其实呢 没有矛盾 就是包括对板块和操作的 这个方向也是一样 其实我其实想跳过这个环节 直接出下一环节 我是特别想加入胡老师战队 为什么 天哪 全场就你在反对他好不好 是 但是我说一下为什么 如果站在选手的角度 为什么说选胡老师 看大事者赚大钱 这是一个大前提 我们不是三天 不是三周 不是三个月 是半年 半年你当中线大机会来临的时候 你短线也好 中线也好 重点出击 那你就是坦不赚钱 但是如果说像今天这种 迎头小利 也可以做小仓位 但是未必有好结果 这个我真的没有找个拖 来 喜玲 今天你看我刚刚 其实特别想接张老师的话 为什么呢 因为这才是我们节目的亮点 就像刚刚张老师提到的 你看大事赚大钱吗 而且为什么张老师 一直在反对胡老师 反而最后还讲 加入他的那个战队当中 我们上周的节目也是如此 周一到周四 每一位选手都在对自己 新人导师特别的坚定 在来进行一个相关的选择 结果呢 周五的时候 大反转 所有人有三个人 四位选手吧 三个人选择了 另外的一位导师 和自己之前选的都不一样 所以你看看 这就是我们节目 最好看的一个地方 也是欢迎电视机前 很多朋友 没有来到我们这个现场 没有加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 现在扫描 屏幕下方二维码 来加入到我们的活动当中 太好了 感谢你帮我完成了 我刚才那一小部分的工作 来谢谢喜乐 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 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来 今天我们节目 刚才的资料和研究包 一会儿我们会送给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然后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 在我们财经八度的 公众账号里回复 一 在刚才我们的这个 圈商板块的资料 以及5G板块的全部资料 就可以回复给你 那么电视机前的朋友 如果你觉得考察已经足够了解 想要加入胡老师站队 也可以去扫码加入 如果还没有想好 来继续关注节目 明天我们是余瑶老师 来接受挑战 后天是马曼然 周四的时候是李潘 那么在每周五的时候 我们四位导师会一起 坐在我们的这个右边 然后接受大家的考验 以及最终的选择 现在您心目当中 有了自己的答案吗 来欢迎先扫二维码 然后再去继续考虑你的导师 好来我们通过一个小片 来了解一下 接下来你要做的报名流程 第五届寻找中国巴菲特 开始报名喽 第一步 扫描二维码 关注活动微信公众号 第二步 进入报名通道 填写报名信息 选择您喜爱的导师 第三步 到指定券商开立账户 转入资金 就可以参赛了 如果您还有什么不懂 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400-655-5088 010-6510-1377 寻找中国巴菲特 寻找更好的自己 寻找中国巴菲特 寻找更好的自己 来我们这是第五届寻找中国巴菲特的活动现场 我们采用导师制的方式为大家准备了100万的终极现金大奖 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更好的自己 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填写完您的报名信息之后 来愿意加入胡云龙战队的请举牌 好厉害 今天就说了三个 但是胡老师你不要就是太高兴 因为一般我们这个情况到周二周三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的选手每个人他都要举牌 来喜联 我为什么选胡老师 因为我整个跟他的思路是完全是一致的 简直就像是复制粘贴一样 但是我还是有一些疑问 我不知道现在可以问吗 可以给我时间问吗 清清 什么 我有一些疑问 现在可以让我问吗 可以问 那好那我就要向那个胡老师和小彤老师来提出一些问题了 请接好我的问题 是这样的 就是我是从今天上证50的这个角度来观察的 劝上我就不多说了 刚刚两位老师已经提到了 为什么我会观察到上证50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上证50一方面是机构的资金在关注 另外一方面就北上资金在关注 然后呢我们现在都知道 其实到年底的时候很多的机构资金 最近这段时间前一段时间上周吧 这个上证50是出现301的一个状态 今天是出现了一个反弹 所以今天这个反弹到底是意味着什么 是说他的这个反弹今天就可以了 就是结束短期的这样的一个上涨了 还是说他今天这个反弹 就是为了减轻前期的这种 过快的一个下跌的一个速度 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来 胡老师 机构北上开好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让小彤来回答一下 好 小彤老师 这个应该是一个技术性反弹 它的下跌没有完全告一段了 如果说上证50跌到位了 那么也就预示着大盘要见底了 这个时间点应该是相对的 我还想说一个问题 当然你选择胡老师 我觉得这个决定非常的正确 大家普遍对胡老师的话 有种误解 就任用胡老师很保守 比如说我跟着胡老师 会不会影响我挣钱啊 会不会挣钱特别慢啊 完全不一样 胡老师实际上他的话 是没有看准 如果说看好的话会非常激进 因为我见过他从2000年满仓家融资 干到5178之前的前五天时间 仓位非常重 下手非常狠 非常的犀利 大家对他印象的话 就认为可能会非常保守 包括这些比赛也是一样的 如果说市场确立了 如果说热点清晰了 我想他的操作手法将会非常凶悍 而且如果说赚钱的话 效率会非常的高 好 说到这的话我接一句啊 过过 您可以留到明天早上 就要时间接着问啊 来 来 我说一句啊 这个我觉得有一点是最重要 就是在这个市场里边 不是你做的次数越多 你成绩越好 是稳准狠 你前面给他下了那么多刀 就为了最后只捧一下 不是捧 只有你经过实践才知道 我说的是六个月 对吧 如果你一个月做两次或者三次 我觉得是可以的 胡老师我觉得 在一到两个月 两到三个月里边 找一次大机会 你的成绩直接就会突飞猛进 好 这三位选了 我要听听不选的人 因为卢西我之前听说 你还是蛮欣赏胡老师 怎么今天没选是对他很失望吗 不是啊 因为可能这几位导师里边 我最熟悉 看的最多的可能就是胡老师了 就是因为了解的最多 所以说今天发问的时候 感觉都感觉好像没有什么 太多可 对 惊喜太少了 因为看的太多了 然后呢 想多了解了解其他的导师之后 再做出一个比较具体的选择 是这样 并不是说因为不欣赏胡老师 好 来 各位啊 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回一刀飞过去 让胡老师给我们扎出一刀的惊喜 来 陈选手 你为什么那么腼腆地看着我笑 你想问不好意思问是吗 我想问一下胡老师 就是因为一共是四位导师吗 您能不能说一下 您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您怎么带领我们 说战胜其他的三位导师 我想迟到这个 其实我没想过去战胜其他老师 我觉得能战胜我自己 就绝对 就已经很不得了了 这是第一个事 第二个事呢 其实这个我自己的特点 我自己 因为我们朋友在一块 我们经常聊 对吧 基本上那个小通跟那个凯成都说的 我觉得都比较 给我总结 至少当面给我总结 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 你要说定力这个呢 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边 我还算可以的 你说稳准很 这个不敢说 咱们尤其是准对吧 但是稳和狠我肯定做得到 我不出手则已 我从来不愿意做半仓交易 因为什么呢 如果做半仓交易的话 你是对自己不太 就是你判断行情不太靠谱 而且我是看大盘做个股的 所以说呢 只要大盘我看准了 基本上出手 基本上都是准的 不好意思 我要替选手补一个问题 胡老师 我们的这个市场行情 基本上都是雄长牛短 你如何能够确保 大家在比赛当中 我们就遇到可以交易的 那么狠的 能满仓进去的行情 这样说吧 其实这个呢 我刚才说了 就是这次行情 和以前不太一样 这次行情正好 就是我们这个活动 和这个中线的买点很契合 这第一点 可以确保 是一定会有一次的 第二点的话 如果这个行情 没有这种 中线的这种低点的话 实际上小通老师 我们是天天在一起 你比如2449 对吧 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这些低点的话 就2449 包括前面那几个低点 甚至我们都看出来了 是不是要去参与 对于我来说 我只是可能选择不参与而已 但是你说 如果有很多的学员 想要去参与的话 要不要替大家找一点机会 其实非常简单 你包括这一波行情 就2449反弹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到时候咱们再说吧 反正最简单的方法 你能赚15% 20% 是差不多的 他说这波行情 跟以前不一样 你知道吗 之前有一位嘉宾就是吐槽过 我们这个寻找中国巴菲特的活动 说为什么你们每次开赛的时候 都要选择一个熊市的起点开赛 告诉大家 即使是熊市起点 我们上一届的冠军 依旧是以98%的收益 拿得冠军 也就是说真的在投资高手眼里 不管是牛市熊市平淡市 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这个交易机会 从这个市场当中 攫取到真金 所以你是那个能够找到那么大 这个我们收益的这个巴菲特吗 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 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 来理念 你都快要睡着了 就为什么 今天你平时对胡老师 不是总是向他讨教吗 今天怎么了 不是我跟其实刚才这位选手的感觉 也特别像 就是对于胡老师可能了解的 包括小彤老师了解的比较多 所以说今天没有 从他们身上找到太多的一个惊喜 所以说可能 因为天天都是惊喜 已经平淡了 不 因为可能听了有一段时间的这种 等待 等待 再等待了 所以说为什么说是小白呢 就可能心里边有一点着急 真的有点耐不住心 你逼一下他 让他让你下一周不再 这一周不再等待的话 让他给你个这周的短线交易机会 孟老师 可能更想问的 是 这个点到底会什么时候来 这个2350您刚才判断的这个点 我个人感觉是三到五周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 我跟小彤老师 我们俩研究过这个东西 它这个节点出来之后呢 一般情况下你去看 三到五周的时间就出来了 所以说呢 这次也同样 我们至少在三到五周 假如三周是快跌的话 我告诉你说 就不用等五周了 三周就是下周末 你就可以往下杀跌 你就可以布局了 那如果再建反弹呢 再建反弹 你不就可以做了吗 你布完局之后的话 你要进场的话 你就不存在着说 这个怕反弹了 对吧 那反弹不正好是你想要期待的吗 是吧 但是这波反弹 是我们可以参与的 你比如说这两天要接着反弹 这两天接着反弹 你要是做短线 做得好的话 刚才那个凯程老师 给大家讲了 其实5G里边 它其实现在就是轮动着在补涨 你就找那些没涨的 或者刚刚起涨一两天的这种 你就能抓到短线热点 短线的这种利润 但是你要说这个 你把握能力不是很强 对吧 胡老师给大家讲了这个热点 你也没法把握的时候 怎么办 那你就稍微跟我们等一等 等等中线 张老师你看了整场 对他们太了解了 就是今天看完五位选手 你觉得这个大家的选择 有些出乎你意料吗 也是在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意料之外的是什么 是比赛 我觉得过于把它看成一个比赛了 其实我们要寻找到更好的自己 是要自己更加精进 没错 是这样子 对 精进的话 我觉得是在定力 比如说选时选顾上 可能我觉得胡老师的优势 会更明显一些 我懂你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其实找的是一种方法 你不要老说我等不及 对 首先得有定力 因为是半年的 定力之后有大机会了 可以出众手 这才能取得好手 好 聊聊 好 聊聊聊 好 聊聊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